顏色的时候 这个是还没有完成 要补到这样才做 今天我们是上叶子的部分 叶子怎么上呢 假使因为这个还没完成 所以我不要上颜色 主上这个地方来 你就回去就可以练起来 这个清水 鼻子要干净的清水 一定要清 这个稍微吸一下 在这个松针的最顶上这个外围 差不多一寸宽 你要弄水 下面不要 只有上面这个外围 这个是什么原因 就是你上的颜色不要挡在那边 因为挡在那边 变成我们公笔化的败本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一定要干净的水 但是不能沾就太多了 你就一定要吸一下 这个不要吸得太干 就这样 一寸或者是一寸盘的宽 就是房子不要给它挡在那边 用你的 可以了 现在我们从深的地方开始 下面是深的 所以我们要用 为什么构图的时候 这个交际点一定要在这个中心 就是等于是你 松针一朵一朵的那个中心的地方 你没有那一点 那表现不出来 在一朵一朵的明显的地方 银料要调 不能沾的就用 一定要沾一点水 然后 沾银料以后 你一定要在调色盘调 那这个时候 要怎么弄呢 是用点的 刚才我们这个有 本蓝 最深的颜色 这个地方本来不能用水 只有这个外围 顶上这个外围才用水 那这个就 现在我们就每一个地方 就点黑的 越下面越多 就点一点 这个方法是等于公笔画上原色最简单的 这里没有技巧 但是你这个自续 从哪个地方先下你要知道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 假使说 这个是一头 你这个要给它分隔 你就这里就要 要给它暗一点 这个地方就给它 下面就暗一点 再来我们颜料 就是淡一点 你现在就要加 你现在就要加 不要调太多 因为现在我们 假使你整体做的时候 要调多一点 那现在我们就来补充 这个外围 蓝色以外的地方 补这个绿色下去 补这个绿色下去 所以刚才我这个地方 它还没做好 所以我没有弄水 但是现在都把它已经弄上去 有一点绿色 它吸干了也无所谓 你就把它密密麻麻的弄上去 那这样来咯 我们稍微笔洗一下 不要那么深 我们是要 比较清的颜色 那这个外围是 用什么颜色呢 用 弱叶色 就是最嫩的颜色的嫩的颜色 不然你就要加黄色 黄色下去 淡一点 不要太深 不要太深 你就点在最外围 最顶上 因为 为什么点在最顶上 它是最亮的 在树枭上是最亮的 所以要弄最嫩的颜色 它就融合在一起 然后现在我们就点这个白点 没有吸到水的这个 没有吸到原料的白点 我们用这个颜色可以点 顺便也可以说 点这个比较亮的地方 用点的不是用上的 是这样 你看起来 你看起来 这个就 就比较 有层出了 再来 现在我们要用粉嫩的黄色 粉少一点点 就在这个外围 再外围 再外围 是以靠染色来给它淡化 但是重要的是 这个不能有颜色挡在这里 所以这个时候要粉注意 假使这个地方 你已经干了 动作最慢 粉 干了 那你就要用鼻针向里头 再补充水 因为鼻屁股那边是干净的 鼻屁股那边干净的 不要转头来喔 不要把鼻针弄到颜色的往外伸喔 这样 就没有看到那个痕迹啦 因为太久了 鼻会煮干啦 这样就要去补充 因为稍微有湿 但是没有湿的给它融合掉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黄色好像被洗掉了 现在就一点点 一点点黄色再补上去 好像太深 淡一点的黄色 这个洗笔要洗 擦干净喔 然后它夹子晕得很明显 你就可以把它再擦一次 因为鼻屁股是干净的 你不要转头喔 转头来 这个鼻 这个颜色就带出去了 这样就完成了 不要太黄 这个就是上颜色的 松正的上颜色的方法 来 再来看 这个是黑松的方法 黑松的上颜色方法 先停顿一下 好 好